我們很快的回顧一下 之前先進代步談到的題材 我們談到什麼呢 我們談到什麼叫向量空間 對不對 向量空間首先要有一個集合 第一 然後可能有一個體 可能有一個體是C或者是R 或者是其他的體 這個是向量 這個是係數 那另外呢 向量空間上面有一個加盤 然後呢 體配上向量空間有一個乘法 對不對 係數可以乘到向量的效面 有這個結構 那有向量空間的觀念之後呢 你就會有升層級的觀念 那還有獨立級的觀念 那有了升層級跟獨立級的觀念之後 當然就會有一個叫做基底的觀念 對不對 Basis或是Base OK 看你才懂得這個定義是什麼 所以Basis指的是一層基底 那有了基底觀念之後 你也有一個觀念叫做維度 事實上是一起 Dimension 有維度的觀念 好 然後呢 我們說 我們進到下一個階段 當然是講說 除了集合自己 當我們講一個空間 數學上講空間空間 你不要一直把它跟那個限時空間的直接的聯想 雖然這些都是從限時空間的空間啟發出來的 但是對我們來說 當我講到一個空間的時候 我心中想沒有別的東西 就是一個集合 可能帶有一些其他的結構 就只是這樣而已 所以不要被空間這個字給太過互調 好 那有了這個空間或是有的集合 上面有一些構造 對不對 有一些運算 加法 成法等等 有這個觀念之後 我們就會考慮不同的空間 比如說兩個集合之間的映射 所以我們會有線性映射的觀念 線性映射的觀念 線性映射什麼樣的觀念呢 他考慮的就是 假設你有兩個相量空間 V到V 同樣好了 一個映射 好 本來只是集合到集合的映射 可是你現在希望研究線性概述 所以我們要求這個映射 他要滿足一些條件 就是 他對任何的向量 V1 B2 兩個向量在地裡頭 那我總是會有這個結果 先把他們的相加 再做映射 會等於先各自映射完再相加 可以嗎 這第一個條件 就是他保持兩邊的加法結構 也就是說 先運算再映射 會等於先映射再運算 同樣的道理 如果呢 你拿一個向量 然後拿一個數字 這個通常我們會把它叫K 好不好 這個我用的體 可能叫K 所以K裡面的一個元素 那我一定會有先乘上 把向量先乘這個數字 再映射 會等於先映射再乘 再乘這個數字 這樣的話 這樣的映射就叫做一個線性映射 可以嗎 線性映射 好 所以我們在線性代數裡面 會研究向量空間 研究線性映射 還有他們的規律 各種規律 那這麼單純的規律呢 你會發現它會出現在很多很多的地方 不同的地方會出現這樣的概念 比方說我們上次舉過的例子 除了最簡單的把一個 比如說RN中的向量乘上一個矩陣 得到另外一個向量 它是最簡單的例子 還有一些別的例子 這個東西它也可以是 十係數的多項式全體 那你可以考慮把每個多項式都微分 這個映射也是一個線性映射 那不只這樣 還有其他各式各樣別的例子 我們 因為我們現在還在講非常基礎的理論 所以我不見得會有辦法 有時間講很多的例子 那使用大家自己去觀察 你平常遇到的東西裡面 有哪些是符合這樣條件的例子 好 由了這一觀念之後呢 我們最後談到了什麼 我們最後談到了矩陣表施題 對不對 矩陣表達法 那 好 矩陣 我們說呢 矩陣可以想成是什麼呢 矩陣可以想成是 假設你有一組向量 那我把它們做某種線性組合 得到一組新的向量 去記錄我線性組合的這組數字 就叫矩陣 對不對 我們可能會講說 一開始有V1一直到VBK好了 好 K的向量 然後呢 我要用這些向量去做出一組新的向量 我怎麼做呢 我可能就用一些數字來做 比方說 C11 C21 一直到CK1 然後再來是C1L 然後C2L一直到CKL 對不對 可是我故意乘上一組數字 那我產生的效果就是一個新的向量 一組新的向量 第一個向量是誰 就是C11這個數字乘上V1這個向量 加上C21這個數字乘上V2這個向量 好 一次類推一次加 所以第一個地方就得到的是 C11 V1加上點點點到CK1 VK 好 同樣的道理 後面還有別的向量 那這裡有K的向量 對不對 這是一個K乘L矩陣 那這個地方就有L個向量 所以我們說矩陣的第一種顯現 是用來當作把一組向量去組合出一組新的向量 所用的系數 這是第一種跟矩陣有關的東西 那利用這個地方呢 我們也引申出了什麼 我們也引申出了矩陣的乘法 對不對 Matrix Multiplication 矩陣的乘法也很快速的幫大家註習一下 所以假設你有一個矩陣叫A 叫A 通常我們會寫成AiZ 或者說就A11 A21 同一邊一直到A的KL 好不好 有一個K乘L矩陣 那假設你拿一個K乘L矩陣 然後再拿一個L乘M矩陣 所以這個可能是B11 一直到B的L乘M 可以嗎 其他位置都不寫了 這樣乘 乘出來的結果 你可以去定義他們的乘法 乘出來的結果呢 如果叫做C 好不好 那C的分量是什麼 C的diBj位置 那個位置 Cij Cij應該是什麼 那我們說Cij就是應該把這邊的 Bi跟Bj可以嗎 好 橫的叫做R 中文叫做列 A0 那直的叫做R Ren 你就是把原本的I列 J好 拿來相對應有位置成 所以這個Cij他就是 Ai1然後B1J 加點點點 加上Ai2B2J 加點點點 加到Ai 我先過來 好不好 那就是Ai1B1J 加點點點 加到AiLB1J 可以嗎 好 像這個樣子 所以長法非常簡單 就是把這排數字跟這排數字 一個配一個的乘在一起 那我們說過這樣的乘法 他會有結合率 好 就是假設A是一個 K乘L矩陣 好 我關他寫一個K 表示我的每個位置放的都是K 這個T的係數 所以比如說K如果是時數 那我就是都放時數 K如果是負數 我就都放負數 好 然後呢 V呢 如果是一個 L乘M的 直證 然後C呢 如果是一個 我只知道ABC會讓你們跟前面的混淆 所以讓我寫A1 A2 A3好了 A3是一個M 乘N矩陣 那這樣一來呢 你就可以把他們乘在一起 你可以先把A1跟A2乘 得到一個K乘M矩陣 再跟B3乘 他的效果會等於 先把後面兩個 按照這個順序擺在一起 然後再乘 可以嗎 好 我們都有這樣的結果 可以嗎 好 那我們上次有簡單的驗證給大家看 他說沒有什麼學問 你就真的把它乘開 然後這個寫成Sigma這樣 這個有時候我們會把它寫成Sigma AiK 然後問AiP BPJ P從1到L 那那個L什麼的 你不用刻意去背他啦 因為你就是看你遇到情況的幾個 就是多少 所以這是K乘L嘛 所以就是LL的 好 有這個矩陣成法 好 我有了這些 這是基本的運算 我們今天會再講一些 跟矩陣的計算有關的概念 好 那他們都是非常單純的 只是說只要你熟練的話 你在想事情上面或比較方便的 好 那講到這個矩陣的成法 這是第一種 第一種觀念 這是作為這個Linear Combination Ovisions 是第一種角色 矩陣跟這個矩陣成法第一種角色 那我們說過這個成法 你可以想像成怎麼樣呢 就是你把這組向量 先用一組數字組合以後 再用一組新的數字 去把這些向量組合 那組合出來的結果 就等於把那兩個矩陣成那一種的意思 那第二個表現法是什麼呢 第二個表現法叫做 Matrix Representation 一個線性映射的矩陣表示 我們現在要談另外一個主題 就線性映射對不對 剛才這個地方有講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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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線性映射的觀念對不對 那線性映射這個觀念呢 本來只是一個抽象的觀念 但是只要我們願意選好記憶體的話 映射可以寫成矩陣的樣子 假設你有一個線性映射 好 給定了一個 就是一個線性映射 好 那我們還可以給定什麼呢 我們還可以給定 V跟V'的記憶 假設是到VK好了 給VL好 V還有一個basis V'1一直到VK1 假設你給定了 像上暗空間 上暗空間 一個線性映射 兩邊都給好記憶體 那給好記憶體的好處是什麼 給好記憶體的好處是 你可以把向量用作表表示 所以我們知道一件事 任何一個 任何一個向量 V 我都可以寫成 V1到VVL 乘上一組數字 我們叫X1到XL 對不對 這個地方是 VPulines 對不對 座標 的V 可以嗎 任何一個向量都可以形成坐標的樣子 就只要你選好基底的話 都可以形成坐標 舉例來說 假設這個V是所有的 實際數多項式 單變數多項式全體 那你可以選一組基底 比如說你可以選哪一組基底呢 1 x x 平方 x 三方 點點點 這是一組基底 那任何一個向量 也就是任何一個多項式 都可以形成他們的組別 對不對 所以那個組合出來的係數就叫做這些係數 那可是你不一定要選哪一組基底 你可以換一組別的基底 比如說你可以拿1 x-1 x-1 的平方 x-1 的三方 等等當基底 這個時候同一個多項式寫出來組合的係數就不一樣 所以要把一個向量寫成坐標的樣子 一定要確定你用的是哪一組基底 沒辦法 好 那現在呢 我知道這裡有一個線性映射叫T 對不對 送到D prime 所以這個D就會送到TB 好 那你已經知道就是這個TB 一定是什麼 因為這是線性映射嘛 它是不是X1 倍的V1 加點點 加到XL 倍的VL 對不對 線性映射告訴你 這個東西經過T以後 它的效果就是X1 倍的PV1 一直到XL 倍的PVL 可以嗎 因為線性的關係 所以係數可以提出去 加碼可以拆開 好 那當你寫成這樣的時候 你就知道它可以寫成什麼 它可以寫成這一組向量TB1 一直到TBL 這裡每一個都是這邊的一個向量 對不對 乘上一組數字 就是X1到XL 可以嗎 你說這次廢話 我們只是把這個講開的東西寫回矩陣的樣子 那什麼叫做這個T的矩陣表示呢 什麼叫矩陣表示 矩陣表示就是 你這裡是一排向量 對不對 在這裡面的向量 TB1 是這裡面的一個圓形 它是不是可以用它的基底表示 對不對 同樣的 TB2 也可以用它的基底來表示 一直到TBL 都可以用它的基底表示 那它的基底是誰 就是V1 V1Y BK1 對不對 這是基底 它是一組基底 那我是不是可以把這一組東西用它的表示 你就把那個表示出來的系數記錄下來 這叫矩陣表示 所以我把它寫在旁邊 比如說TB1 它可以寫成 V1Y 意思到VK1 有一組數字來表示它 那一組數字呢 我就把它叫做 A11 A21 一直到AK1 同樣的 TV2 我也可以用一組數字 配上這一組向量來表示 所以叫做 A12 A22 一直到 AK2 那同樣的最後TBL 可以用這一組向量表示 然後需要一組數字 所以這個數字叫做 A1 L A2 L 直到 AKL 這一組向量 這一組數字排成的陣列 這個線性印射的橘陣表示方 Matrix Representation 有時候我們會直接把他省略 對 就是叫做他的矩陣 OF T這個印射 With Respect V1 VL V1 VK' 對嗎 好 這個是V的基底 就是V 還有基底 好 好 講到這個地方呢 來 大家稍微整理一下 好不好 這是上次講的內容 上次最後講的內容 最後講的內容就是說 只要你願意選好基底 選擇基底 V裡面選擇基底 那任何的項量 可以用基底的線性組合表示 所以出現了一個坐標的觀念 那為什麼要用坐標 用坐標的觀念 好處是東西變成數字 可以嗎 本來是像抽象的東西 但只要你選好基底以後 東西就變成一排數字 好 那現在這邊的項量 可以用一排數字表示 不同的數字就對應到不同的項量 這邊也可以做類似的事情 所以他在選好基底之後 他的項量都可以用他們的組合來表示 而且表示法是唯一的 因為是基底 這個時候任何一個線性印射 我就可以把它寫成數字的樣子 那方法就像我剛才講的 一個項量先寫成線性組合 印射過來之後還是一個線性組合 可是這些原本基底的影像 我可以再進一步的用這邊的基底表示 所以表示出來之後會得到一個新的正列 一個數字的正列 那這樣一來 你就可以把它寫成 這個部分 它可以寫成B1K1 乘上這個矩陣 這個大納的矩陣 我們暫時把它叫做 好 我們就把它寫出來 好不好 A的KL 有一個大大的矩陣 好 這樣 然後乘上這個X1到XL 所以他告訴你說呢 什麼叫做矩陣呢 一個線性印射的矩陣表達 沒有什麼 它只是說如果你把這個線性印射 口尾都用基底表示成座標的樣子的時候 那麼假設原本有一個項量 它的座標是這個的話 好 那我把它圈出來 如果原本的項量呢 它的座標是這一台數字 那請問你它的影像的座標是哪一台數字 沒有什麼 就把這個整開來就好了 可以嗎 本來的項量用這組基底的表示 是這一台數字 這台座標 它的影像用新的這個項量空間 它的基底表示的時候 就變成是這一台數字 這台數字 這是一個幾層級的矩陣 來 前面這裡是幾層級 K乘沒有 這個呢 L乘1 L乘1 可以嗎 所以K乘L乘L乘1是一個 K乘1嘛 對不對 所以這層環是一個十號的東西 可以嗎 好 這只是矩陣表示法 那你選不同的基底的時候 比如說你這邊選一組新的基底 同一個項量用不同的基底表示 這台數字就不一樣 可以嗎 同樣的道理 這邊選新的基底的時候 這台數字你會跟著 這都會更改變 那這個矩陣就會跟著改變 我們這台線印太廚裡面 最初階的部分會問的問題是 有沒有辦法在給定題之後 我選一個適當的基底跟適當的基底 使得這個矩陣寫起來特別簡單 特別簡單的意思就是說 比如說裡面有很多的0 裡面很多位置是0 我就覺得比較簡單 好 那至於說這個矩陣會發生什麼樣的變化 我們上次在最後也稍微提了一點點 不過沒有講很多 那讓我們把它寫清楚一些 假設在B裡面有兩組基底 第一個叫做V1到VL 第二個呢 叫做V... 我現在開始叫什麼好 叫...U1好了 一直到...UL好了 好 有兩組基底 我上次好像不是這樣子 我上次好像是有MeganTabbit對不對 那我改一改好了 不然的話 寫起來有點囉嗦 那我這個地方改成MeganTabbit 好不好 好 這樣我們就可以把Pride 留給其他的地方用 MeganTabbit 好嗎 這應該不造成大家太大的困擾 好 這個叫做W 可以嗎 所以我現在有兩個相量空間 一個是V 一個是W 好不好 我考慮的現金印色 就是從V送到W的現金印色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就可以用同樣的英文字來代表兩組基底 好 假設有另外一個基底 叫做V1 prime 一直到VL prime 好 兩組基底 同樣的 W 也是有兩組基底 叫W1一直到WK 那這個是W1 prime一直到WK prime 好 兩組基底都給好 那基底給好之後 他們之間就會有關係嘛 好 什麼關係呢 你想V1 prime到VL prime 新的這組向量 一定可以用舊的向量標示出來 所以他一定可以寫成 舊的這組基底乘上一個矩陣 這個矩陣呢 叫做U1 1一直到U的LL 可以嗎 可以大家可以用G 好 有一個矩陣 那這個矩陣我暫時給他一個名字叫U 好 好不好 用到U 好 所以給好基底 可以用另外一個基底 交識出來一個U 那當然反過來也可以 B1一直到VL 他也可以用新的基底乘上一個矩陣來表示 那這裡面的分量就是U1 prime 一直到UL prime 這個我給個名字 這個矩陣叫做U prime 好不好 所以他們兩個會有這樣的關係 V 可以寫成 V prime可以寫成 V乘上U V也可以寫成 V prime乘上U prime 然後我們相信應該有提到 U跟U prime之間有關係 有什麼關係 反矩陣 好 反矩陣 好 就是說你這樣想嘛 我把這台東西暫時給個名稱叫V prime 我這樣寫好 這一台好 所以你得到的結果是V prime這台東西 可以寫成 V乘上U 可是呢 V又可以寫成 V prime乘上U prime 所以你把這個式子帶回這裡 你會得到 他會等於 V prime乘上U prime 再乘上U 對不對 好 那下面這個式子呢 你一樣可以帶過來 把這個東西帶進來這裡 他會等於 V乘上U 乘上U prime 對不對 這樣 好 那這樣有什麼好處呢 這樣的好處是說 原本 V prime的基底 用他們自己表示的時候 那個表示出來的係數矩陣 就是這個東西 U prime的U 可是一組基底用自己表示的時候 那個係數矩陣應該長什麼樣子 應該是10000000 應該是這個樣子 因為他用自己表示啊 V1 prime就是V1 prime一倍 V2 prime就是V2 prime一倍 所以你就知道這個東西 必須要等於單位矩陣 對不對 那V prime是有L的 所以有U乘上U prime 可以嗎 所以我們說U prime跟U是互違對方的反矩陣 所以這是最基本的認知 只要你有兩組基底 他們互相表示對方的那個矩陣 對互違反矩陣 可以嗎 好 在有這個認知之後呢 就像時間不寫了 反矩陣呢 我們就會寫說 U prime 叫做U的負一 可以嗎 反矩陣的主要會這樣寫 U的負一 同樣的道理 W也可以寫成W prime的組合 W prime也可以寫成W的組合 所以我們可能把它記錄在這邊 比如說W prime到WK prime 假設他可以寫成W到WK 可以乘上一個矩陣 W prime一直到WKK 好 這個矩陣就把它叫做W 好不好 這樣子這樣子 那你會有類似的規則 你就先不寫 好 那在這樣的設定之下 就是我選好基底的這個設定之下 你可以想一個問題是 我如果選的是這組基底跟這組基底 剛才不是會把線性音色得到一個矩陣表示嗎 假設你這裡有個線性音色 線性音色會得到一個矩陣表示 那個矩陣表示怎麼寫的 那個矩陣表示是說TV1 一直到TVL 只要你想到線性音色 這個我們大一的同學 他們在學線音帶出的時候 一開始困擾 最常有的困擾是什麼 就是雖然我們已經講過 給了線性音色以後 可以寫出一個矩陣表示 只要選好基底 但他常常會忘了第一步 第一步就是 那我要怎麼寫出那個矩陣呢 選好基底之後會寫出一個矩陣 怎麼寫出那個矩陣 那你永遠都記得 反正不用反應到 你這裡有一組基底之後 就把這組基底全部映射過去 然後把映射過去的結果 用這組基底寫成坐標的樣子 那些坐標第一行 第二行 第三行 就分別是原本的基底的 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 遞過去的坐標了解 所以你永遠都記得是在 可以存在一個矩陣A 這個A有一行 一行 就對應到這邊的第一個 第二個 第三個的結果 那你要問的問題是說 如果我用W這組基底來寫的 用prine的這組基底來寫的話 會知道他怎麼寫 那這個時候我就會得到Tv1prine 意思到TvLprine 對不對 他也應該會有W1prine 一直到Waprine 直到Aprine 二個局面Aprine 那你要問一個問題是說 A跟Aprine之間的關係是什麼 關係是什麼 這個關係是非常簡單的 怎麼看呢 因為你這樣想 Vprine啊 這一組相當叫Vprine 或者我暫時把它叫做Tvprine 我就把它寫一個橫排 這個樣子 那上面如果把它叫做Tv 這個叫做Tv好了 這個叫做W 可以嗎 那這個叫做Wprine 好 如果你這樣寫的話 Vprine已經知道是V乘降U了 這樣U矩正 然後就亂寫了 U矩正 那Tvprine呢 Tvprine當然就是Tvu嘛 可以嗎 為什麼 因為Tv1 V1 V1prine可以寫成V1到VL乘降U的係數 那你作用提上去的時候 U的係數可以全部都提出來 好 所以整理完畢之後就是這個樣子 那既然你有這件事情 你又比較一下Tvprine 可以寫成Wprine乘Aprine 那Tv呢就可以寫成W乘A 可以嗎 可以嗎 可是呢 所以Aprine跟A的關係就是這樣 換句話說 Aprine就是W的反矩正乘上A乘上E 這個就是變換基底的時候 線性映射的矩正怎麼樣變換 可以嗎 就本來呢 你的基底兩者之間有一個轉換矩正的關係 叫U 那一樣的 這邊有一個基底 兩者之間有一個轉換矩正的關係 好 那你原本的線性映射 用原本的基底寫的話 會出現一個A矩正 用新的基底 兩組基底寫 兩邊選新的基底 會得到一個Aprine矩正 那兩個矩正的關係就是像這樣 或者說這樣 可以嗎 這個大家必須要記得 因為如果不記得的話 很多事情就沒有辦法討論 那我不會立刻使用它們 不過希望你花一點時間去記得這件事情 好 關於這個矩正跟線性映射 怎麼用矩正表達 我們暫時先 是